各位朋友 我继续接触昨天的这个事情讲 我昨天讲了两个例子 这个不需要什么样的创业者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创业孵化和支持的工作呢 是以国际国内双循环 什么叫国际国内双循环呢 就是我们呢 在澳大利亚寻找初创企业 然后把他推荐到中国来 然后在中国给他找到相合适的创业合作伙伴 对吧 然后呢 还要替他找到相应的投资者 那么这个事不就可以做起来吗 那么所以说 要关注视频的人 最最优先的就是那种 有潜在成为创业者的人 还有潜在投资者 那么潜在创业者呢 我认为 第一个他有在某一个领域的IP 或者说他是专业人士 然后他开了视频号 他开了公众号 然后他有很多的粉丝 这是一类 另一类呢 就是他有专业社群 他有专业社群 那么另外呢 就是病人的社群 病人社群的群组 也是潜在的创业者 当然还有就是投资者 我觉得应该关注我 然后把最好是能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因为很多事呢 其实你不知道我背后有什么 因为我在这个很多行业里面 实际上是有很多人脉 也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我需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 我才回去做一个什么事 大家可能关心 那我的技能是什么 首先我定位我自己 我自己不是一个具体事情的创业者 但是你也不能说我不是创业者 我的创业就是星图链 那星图链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这个节点性的 数字化的 社群化的生态营造者 我们可以这么讲 那么首先你的进入这个生态 进入这个生态 你的有东西嘛 你要么是个体创业者 要么是社群创业者 要么是投资者 那么我有什么样的能力呢 因为我的绝大部分经历 在国际组织以及创业 我都是找钱 找钱是我的核心能力 梳理这个 梳理创业的项目 寻找创业的资源 陪伴向于创业者成长 这就是我的核心能力 那么我在国际奥比斯和这个霍勒基金会呢 我的主要角色其实就是 吴忠生又搞一个项目 然后把他找到钱 然后就聘人来做 这是我十多年的主要工作 那么创业以后呢 实际上我主要 主要就是陪伴真正的意义上的那个创业者 跟他找到第一笔钱 然后陪伴他成长 可能是这样 那么现阶段 我要做这种去中心化的 数字化的社群化创业 那么 我觉得我首先要找到相应的 适合创业的产品 服务或者新的技术 那这个和我们澳洲的团队密切合作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找了 但是我们还可以继续找 第二呢 广泛的联络 个体创业者 社群创业者 和潜在的机构 创业者 不管是你想 做公益的 还是商业的 都无所谓 第三个就是广泛的联络 各种 投资者 不管你是天使的 或者你投 A轮的 或者B轮的 那么 我怎么才能够认识你们 怎么才能和你们交上朋友 这个是我思考的主要问题 所以我 我采取的策略就是 做个视频号 然后来 把我想干的事 彻彻底底的 告诉大家 那 而且我的想法也在不断的深入 不断的 不断的变化 我把我以后做过的一些事 以及将要做的事 都可以告诉大家 感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联系我 那么 当然 因为我的过去的经历 主要在眼科这个领域 就是繁忙 这个领域 还有呢 就是在社区的 社区健康促进 这两个领域 那么所以这两个领域的项目 大多数情况 我都会亲自的参与 参与整个的创业的过程 甚至这里面占有一定的股份 但是其他领域 就是只要大健康领域的 其他领域 比如说 这个 有新的争断技术 这个康复技术 设备和其他 其他这些 那么 我也可以 这个 帮你们寻找到 如果你需要创业者 我可以帮你们寻找到创业者 如果你需要投资者 可以帮你们寻找到 投资者 同时呢 但是我不一定参与 因为凡是我不熟悉的 这个领域 我不见得参与到创业团队里去 所以整个这个逻辑 自从我认识这个 比特币区块链 以及未来的一系列的 这个新技术 在这个健康和服务里 健康和养老的服务里的 这个应用以后呢 所以 最最关键的 还是要认识新的人 那么我在跳出这个公益 这个圈子 过去我在公益这个领域呢 我认识的主要的客户 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原来就是区的民政局局长 街道办主任 书记 有的可能是区长 那么很少有区区领导以上的 领导 那么 做的项目来大概也是比较小的 大概就是几十万 多的几百万的 那么现在呢 可能我接触的主要对象 我想主要是这几位 一类就是各个开发区的 这个领导 开发区的领导 还有呢就是各个投资集团 或投资公司的老总 还有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 你是自媒体的应运人 尤其是在大健康里的自媒体 大健康养老里的自媒体 或者说你是专业社群的群组 这些就是我要去链接的人 那么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一定是 一定是需要有一个有效沟通的平台 过去啊 我在我在全国到处跑 如果你看过我视频 你会发现我在很多的城市 都留下了很深的记忆 其实那些城市 那个时候有不能拍视频 所以我就只能 找一些视频 还加上我的一些照片 然后配上一些音乐和歌曲 表示我对那个城市的印象 其实是有很多的故事的 其实我做了这么多年 我做了那么多事 去过那么多城市 其实认识了很多很多的人 最后我发现留下的就是记忆嘛 你对这个城市的印象 你对过去的事的一些印象 那么现在呢 我同样 我还会去更多的城市 去更多的地方 但是呢 过去那种玩法 可能就不一定适用了 过去的玩法 我是亲自的参与到 这个创业的整个过程的 一般来说 一个企业 一个机构的发展 每个三五年 基本上是活不下来的 那么 现在我们需要更 更有效的沟通方法 原来我 我经常和他们吃饭 经常去参加他们各种各样的活动 我有个特点 就是 我喜欢把我想干的事 皮里巴巴先说出来 有时候我 我身边的心头的员工就不理解 他们说 龙老师你 你为什么把啥都告诉别人 其实 我理解他们说 你怎么一点都不矜持 你把你想 想做什么事很快 皮里巴巴就告诉人家 其实是什么 我是想节约沟通的成本 我是一个非常有 有这个vision vision的人 就是 我要做什么事是清晰的 至于怎么做 那是可以商讨的 就是 你想咋做 哪怕是我认为你是不对的 我也 我也只是指出来 不会 不会就是 非要足足足足里做什么 因为 任何路 条条道路通罗嘛 只要我们要做的那个事 是我们共同感兴趣的 怎么做 那谁 谁知道 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所以我 我习惯于在和别人沟通的时候 把把什么事都说了 我们这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节约沟通的成本 如果我说了以后 很多人 其实 其实 我看他的眼神 我看他反馈 我就能知道 他相信还是不相信 他有没有这个需求 我很快就能判断 如果我发现他不感兴趣 那我再说一个 他感兴趣的 我总是能快速的判断 一个人 对我们所要干的这个事 有没有兴趣 这就是让 我的很多同事 辛徒的员工 不理解 龙老师 就好像很天真 很单纯 什么事都告诉人家 我就是这样 因为 因为我和他们 其实也没啥关系 如果他 他要对我们 对我要做的事 也没有兴趣 我对他也没兴趣 所以无所谓 那么 现在我在视频号上 说这一事 实际上也是一个道理 我其实 我怎么想 我就怎么说 那么只有那些 和我产生互动 关注了我的视频号 然后甚至 关心和对我的项目 感兴趣 说我要做的事业 感兴趣的人 我们才有了沟通的基础 有了沟通的基础 我们才能表解 彼此的能力 就因为如果连 连这个沟通的机会 都没有怎么 怎么了解彼此的能力了 那事儿肯定是做出来的 但是要一起做事儿 他彼此的了解 所以我是很坦率的 我是很坦率的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我还会继续是这样的风格 那我的思想也在不断的变化 事情也在 这个社会在发生变化 人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 那么很多事情实际上 都是聊出来的 我只能说是 很多事儿我抛砖引玉 说我要干什么 我就是要建立 以家庭为中心 预防为导向 数字化的健康服务 生态体系 那这里面的生态 全产业链是非常广泛的 从预防到早期诊断 治疗 康复 照料 都是可以做的 而且我不局限于 这个 孵化和扶持公益组织 不在乎 你要成立公益的组织 我也很有经验了 对吧 你要成立商业的组织 也很有经验 我是希望把这种创业的 各个要素 整合在一起 我觉得你的相信 我的判断力 和对这个事业的忠诚 我其实对于 这个项目 是不是最后真的成功 或者他能做多大 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 因为那是你的项目 我要考虑的是 你愿不愿意 投身这个行业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 这个行业是未来的风口 我说中国的社会改革 我说这个养老的巨大需求 大健康领域的 这个多元化的 这个商业模式 和多元化的这个机构形态 是未来的一个风口 你相信我们就一起做 你要不信 我也不怪你 所以我过去 我说十年 我就练接了十个人 我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心力 陪伴他们 那么今后的十年 我在想 我希望效率高一些 连接三十个人 三十个人 意味着可能三十个机构 这里面肯定也有很多失败的 哪怕有三到四个 百分之十的成功率 如果他们做得很大 对中国的这个 大健康和养老领域产生影响 我觉得那就是成就感 即便是没有做成功 我觉得我们也经历了失败 我们过去孵化的机构 没成功的也挺多的 但是每一次经历 对我们来说 都是宝贵的财富 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 我对旧的商业模式不感兴趣 旧的商业模式 就是现在已经存在了 大家都认为挺赚钱的事情 不感兴趣 比如说再让我们去建个医院 我不感兴趣 因为它的整套商业模式 非常清楚 怎么弄 那么我们要建立的是 医院系统以外的新型的 以家庭医中心预防医导向 数字化的健康服务 新型的公司 那么这种公司 也可能是设备 也可能是服务 也可能是产品 都无所谓 那么我们需要是新的商业模式 所以我在跟我的很多朋友讲 我们很多海外的这些初创企业 他们只知道中国的市场大 制造成本低 但是他们其实没有看到 中国的另一个长途 也就是中国的 因为它的人口技术 它的服务的需求的巨大 也由于中国政府的福利政策 不像西方那么好 所以它寓意它对新的技术的采大度 对新的科技的接受度 高于很多的西方成熟国家 在中国有很多的创新型的商业模式 我认为美国人 澳大利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西方的技术 需要西方的好的产品和创意 但是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创建新的商业模式 那我认为这种新的商业模式 是数字化的 社群化的 去中心化的 那么之所以能不能成功 其实看几方面的条件 第一 这个我的创业合作伙伴 是不是真的和我一样 有坚定的信念 无论怎么样 我们就干这个事 因为我是做个公益组织的 做公益组织 实际上是赚钱不赚钱 我们都在做啊 对吧 那么做商业领域 很多人就是不赚钱 他就不做了嘛 但是我觉得 在社会服务领域 有的时候确实就赚不了钱 那如果赚不了钱 我们就按公益的方式做嘛 我从来不相信 一个事情做不 对社会有价值 他就做不下去 只是说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 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源 来支撑这个公司 支撑这个机构 所以我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 但是是否能成功 是否能做大 就在于我能不能找到 合适的合作伙伴 创业合作伙伴 我们能不能整合资源 让社会关注 或者说我们寻找的那个项目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需求 或者是他是不是正 恰在那个时候 遇上了那个风口 所以有的时候 我甚至觉得 我们真的是 无能为力 无论你多努力 如果你不在那个风口上 你就做不大 也许你能让机构活下去 但是他确实就做不大 所以一切本质上是听天有命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我能认识你们 和你们建立这种友情 那我觉得我的人生 就是丰沛的 我觉得我的理想 它也是鲜艳的 它一定会持续的生长 我今天就说到这儿 我期待大家 能够关注我的视频号 理解我想做的事 然后和我联系 和我探讨 尽管现在还是疫情期间 短期内也没法跟你一起吃饭 但是我们可以开网络会议啊 现在网上其实啥都可以谈 啥都可以做 等到我们先成网友 然后再成为朋友 最后成为创业伙伴 希望大家关注我 了解我想要做的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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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